好那MG Cephas的这个车呢 上市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就对它进行过了试驾 那当时呢 它的这个颜色是只有三款 然后我只看到了两款 一款是红色 一款是银色 那红色这个颜色呢 确实我觉得质感是挺好的 就是它是不输给 马自达所谓的混动红的 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饱和度低一点的颜色 就是不要那么张扬 所以说当时我觉得 可能只有一个银色 是比较符合我的审美的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特别的版本 它是所谓的这个传奇红棚版 它的车身呢 采用的是一个米色的一个搭配 加上一个红色的软顶棚 那这样的一个配色 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在正式开始说 它的外观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过一些 它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就是这台车呢 它的现在是处于一个 限量100台的状态 那从三月份开始 开始预售 然后目前的话 还是没有卖完的一个状态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这台车 它和普通的Typester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主要就是 集中在这个颜色上面 那看到这个红色的软顶棚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可能会想到 比如说像保时捷718 这样的一些组合 那它绝对不是致敬保时捷 它其实是致敬了自己 这个MG这个品牌 过去的一些经典的车型 曾经用到过的配色 比如说像MGA或者MGB 它们都采用过这种米色车身 加上红色顶棚的这样一个搭配 那其实当时我在看到 Cyberst的外观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其实并没有很多 就是像MG以前的那种复古 跑车身上的这些复古的元素 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现代化 比较科幻的 那么我在想它搭配的这种比较复古的颜色 会不会看上去有点不协调呢 其实我今天看到实车了 我觉得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米色 看上去是非常有质感 就是它有点像那种英伦绅士 身上穿那种毛泥西装的那种 激励的感觉 还是比较雅致的 然后顶棚的红色 我觉得也是相当于给它增添了一点 这个这种活力在里面 而且它的这个红色顶棚 是跟它的内饰是同色的 所以说我觉得整体的协调性上面 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我们来到侧面看一下它的一些配置 就是其实跟普通的传奇四驱版 并没有差别 依然是一个20吨的轮圈 搭配的是贝尼利的P0的轮胎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 似乎它的红色的卡钳 那这个卡钳是来自于Brambo的 然后里面是一个双XB的一个前悬挂 所以它整套行走系统我觉得是很OK的 就因为我之前我也试驾过 它的这个行驶上的这种动态的驾驶 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很成熟 然后这边是它 比较一个卖点的一个剪刀门 但是剪刀门开启的时候呢 你人不能离它太近一幅的就会 它就会停住 然后这样的一个门呢 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在于 像狭窄的车位的时候 它的开启 因为它的门很长 所以说如果你停在一个狭窄车位里面 打开可能会碰到隔壁的车 但是这样的形式就比较OK 然后上下车也会更加的消散 方便一点 我们接下来还是到内饰里面去看一下 它有什么货吧 来到车内呢 可以看到还是很熟悉的那套配方 因为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的功能性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所有的功能都在我出色可及的地方 然后也适当的有一些种储物的小空间 就作为它日常通勤跑车来说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的三连仪表盘 左侧也是一个触摸品 它是实现一些这种跟驾驶相关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你的性能或者说想看摊压和你的一些电号什么的 这都是通过左侧这块屏幕 然后右侧呢就是一些娱乐品 包括导航音乐的播放电话等等 然后这边是空调的控制 然后车门的开关就是还是比较清晰的 条理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 就是它的这个座椅的调节按键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的体格会比较大一点 我的腿是放在这里就会会碰到我的座椅 就可以看到就碰到座椅 那这个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在改款的时候进行优化的一些地方 然后在类似的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这个开关棚的速度 它开关棚的速度呢是10秒钟 我觉得真的算是非常快的一个水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棚感觉怎么样 那现在这个棚已经是完成关闭了 同样打开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觉得开关棚的速度在像下雨天或者说 突然行驶到隧道里面很吵闹的情况下 这个速度快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好那最后来给大家做个小二的总结啊 因为在车上其实就主要是配色上的不同嘛 能说的不是特别多 它的动力和传奇4G版是一样的 是一个前后的双电机然后400千万的一个功率 然后它的续航里程是520公里 那价格呢是要比一样的这个传奇4G版贵了6000块钱 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颜色上面 那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差钱的话呢 其实这套颜色确实是挺好看的 然后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限量的价值在里面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考虑的 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追求这个实用主义的话 那么这个359,800的35万多的 那个普通的传奇4G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当然如果你更在于续航的话 我觉得两驱版的那个版本价格呢 首先更加的实惠一点 然后续航呢也会增加到580公里 这个是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选择 那最后呢我想说一点就是 就前两天在研究这个车的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网上面有一些那种人身攻击啊 说什么无法同时拥有跑车自卑 这梗子乱七八的东西 那我个人其实觉得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车有什么 你不喜欢的地方 你可以不买 或者说你觉得这车上有什么缺点 你可以中肯的说出来 但是没有必要去进行些这种主观上的攻击 因为中国跑车确实以前相对来说 是比较空白的一块区域 然后确实是像大家说的那样 因为有钱的人看不上 然后普通的消费者可能他也不会去选择 跑车这种比较奢侈的一种形式 但是现在有人愿意出来去认真的做一台跑车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需要肯定的事情 如果就是你自己不买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去打击别人 对吧 我觉得大家去支持他 他才会更好的发展 然后推出更好的产品 这就是这台MGCYBERSTOR的传奇红棚版 对大家介绍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